台美关系大跃进 蔡总统上周宣布开放美猪美牛之后 台美经贸高级官员互动频频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及能源环境的次卿 凯斯·克拉奇渴望率团访问台湾 台美双边贸易协定BTA有机会加速进行 目前双边对话的方式还在磋商中 而如果克拉奇顺利成行的话 将是继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之后 同年第二位美国高官访台 九三军人节这天 蔡总统依照惯例在周列祠主持秋季典礼 向国民革命烈士的临位献花典礼庄严隆重 身为三军统帅 向军人致敬之外 外交上的突破也是总统在意的 日前除了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之外 现在渴望有第二位美国高官来到台湾 他是美国国务院第三把手 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及环境的四亲凯斯克拉奇 台美官员日前视讯会议 美方提出双边对话平台台美经济与商业对话 凯斯克拉奇将亲自主持 不过根据了解凯斯克拉奇有意愿亲自率团来台 美国的会有更高层的政府官员跟台湾来互相保持互动 互相来访问 我觉得这是可以期待的 也可以预见未来会这样 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展开了 而11月3号的投票日之前 如果说有这个美国次国务卿来台的话 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波的选举操作 凯斯克拉奇是否来台或是透过视讯方式 细节还在安排当中 一旦顺利成行将是继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之后 同年第二位美国高官访台 也是国务院目前访台的最高层级 台美交流频繁 关系在升级 记者消费宝财台北报道